大家好,欢迎来到收藏家的故事会 我是你们分区幽默的主持人小雅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群聊里的经典互相伤害的故事 一位阿姨与一位小妹妹的交锋 这场对话堪称群聊史上的战斗艺术 故事发生在一个平静的早晨 本来大家在群里聊得好好的 突然一位阿姨大有风卷残阴之势 开始对小妹妹破口大骂 那语言之激烈 简直让人觉得阿姨是为了表演一个原生态的破口大骂 这位阿姨语音连发深思历劫地数落着小妹妹 从群里一上来就是妈自开头 好像整个世界欠了她一座奥斯卡 而我们的主角小妹妹呢 她并没有跟着阿姨的节奏走 没有接招骂回去 相反她冷静得像是一杯冰水 还带着几分调皮 她用一种冷潮热讽的语调回应着阿姨的话 每一句都像是巧妙的反击 阿姨呀 您这语气真是让人如沐春风 感觉像百灵鸟在唱歌呢 小妹妹的回对 让阿姨愈发气急败坏 然而这恰恰是小妹妹的战术 已不变因万变 小妹妹一边淡定地发语音 一边嘲讽着阿姨 阿姨您这素质真让人叹为观止 难道是素质教育的漏网之鱼 阿姨听了气得直猫祸 但越是这样 小妹妹越是不急不躁 继续用她的幽默回敬 这场对话就像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 而胜利者显然是冷静而睿智的小妹妹 她用语言的艺术将阿姨的怒火巧妙地化解 留下了一段令人捧腹大笑的情聊传奇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这段视频片段吧 这时候就是自己帮 这人不一个人能记得咋的咯 装啥逼的群里边啊 这咋的啊 你这人不一个人咋的咯 会说话呀 在群里啊 马赛 阿姨你好牛逼啊 说话好硬气啊 你以为就你自己会发语音吗 大家都会发语音 我之所以不发语音 是因为还打字 我之所以这样跟你客气气地说话 是因为我有素质 我可不像阿姨 你如此一大把年纪了 说话还如此的难听 真不动听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 你是素质教育的漏网之鱼吗 你这个年纪了 应该也有孩子了吧 如果连孩子都没有 操你妈 你妈个死地 操 一个咬汗玩 我操一个死 你把你加我微信来 你妈 我加你微信 我通过来啊 你妈个逼的 你把我微信点来 你妈个死地 你咬汗玩 你操你妈 你个逼的长死了 我操你妈 你咋骗子生孩子 别加我微信了 你就在群里说呀 你骂得太好听了 你会别的词吗 我教你两句啊 要不 你把我微信加上来 你在这里嘛 你把我微信加 大俩死了 阿姨你说的可不对啊 你把从上往下翻一翻 我可从来没有骂过一尊 没有任何一个脏字啊 你翻出来找一找来 阿姨你今天找出来 我哪一句话是骂人的 哪一句话是像你样的啊 我可没有吧 可不要这样讲 可不要污蔑我 我们就在这里说 就在这里说 你骂我 让大家都听听学一学 你骂得太好听了 让大家都学一学 看看是谁家的大姑娘呀 这么大了 然后说话还这样的 带郎当 如此的不动听 天哪 怎么给阿姨气成这样 打字都打不明白了 怎么不发云 继续骂了呀 让大家都听听 阿姨说话 声音有多么好听 多么动听呀 我操你妈 你赶紧死去吧 你赶紧死去吧 你别跟我说话了 真的 你武昌怎么出你个傻逼呢 操你妈 你咋不听好人死了 你妈个逼的 你敢加我微信 我问你 你他妈敢不敢嫁 我操你妈的 那边影响别人啊 我死去干嘛 你这样的都活着呢 我为什么要去死呀 阿姨你好可怕 你好兴啊 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呀 真的好可怕呀 真的好可怕 阿姨出去的话 不要说自己是五常的 有点丢人啊 就像你刚才 第一条音样 你带点辽宁口音好不好 你可别逼逼了 别逼逼了 哑巴吧 别叫阿姨叫妈就行 叫妈干啥 我哑巴你这个大姑娘 操你妈的 走微信 别他妈在群里边影响别人 这群不是你自己家的 你别他妈在 阿姨我知道你长生殖器官了 不用再说了 你为什么非要说这么多 别炫耀你有呢 你想炫耀的话 你发出来 大家一起看看呗 拍个视频 你哪个楼层 你告诉我了 操你妈 哪个楼层 你都打出来 你妈个逼的 我操你妈 你出来了 你哪个楼层来 操你妈的 回头哦 在你身后呢 瞅着点 别让门口大声 嘎巴一下给你装飞了 装死了 你再也见不到我咯 操你个死妈的 你妈个逼的 你找你妈逼的 我操你妈的 我出去干嘛 你要打我妈 太好了 正好我最近 挣得有点少 不知道怎么生活呢 我求求你了 你打我一顿呗 你让他操你找一个 操你 看你逼的 给你查死了 我操你字字幕鞋子 我操你妈的 你妈个逼的 你出来了 操你妈的 出了干死你 阿姨 你是以这个为生吗 为什么总把这些话 挂在嘴边啊 这个是你的收入来源吗 你出来了 你别在群里边 抓你妈逼啊 逼上别人 你就把你妈加我微信来 操你妈你出来 来来来 一会你出来 你下楼了啊 我家里的信 你都不敢通过 你通过呀 我家里的信通过 都不惜答过你了吧 你真说错了 我不是不敢通过 我就是想在这里说 你没有素质 都不怕被大家知道的 你还怕说什么呢 你继续说呀 你继续骂呀 你说话可好听 都什么年代了阿姨 你还搞这一套 没完 要不你出来下楼见一面 我看你谁 没完没了啊 你说话那么好听 你再全力继续骂 我也继续说 这全力 都是一个小区重臣 有啥过一步去的 这样我感觉不太好 你那妈你还不用当字 人家都上下一起用 那不都你说出来的吗 那这你家能干什么事 上下一起用 我以前吧 我以为那拍的老婆 也是的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啦 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次我们再来聊一聊 那些风趣幽默 充满互对乐趣的故事吧 再见 欢迎订阅